OK 錄這個視頻的原因是因為第二週的班課沒有成功的錄製上 現在我們重新錄製一下 因為在第二週呢我們首先講了一下這個課程的安排 然後又講了一下Lab 1 但是因為Lab 1已經overdue了 相信大家已經做完了 我們就不再重複這個內容了 所以這個重複錄製的話 我們重點會重新講講這個outline 以及第二週和第三週的支持點 那我們來看看吧 等一下我打開vpt 我們首先來把之前的vpt過一遍 我們首先來把之前的vpt過一遍 首先自我介紹一下我的名字叫瑞 然後新南的MIT再讀 水分HD 然後這門課呢我也拿到了非常不錯的成績 希望能幫助大家也取得比較好的一個成績吧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Lab的話 其實他們的標題都是這樣的 裡面的題目就是以現在的題目應該也是差別不會太多的 所以我非常有信心幫助大家在Lab上面拿到比較高的成績 OK 那我們先來進入第一步啊 講一講課程的outline 那主要是講一講這個課程怎麼評分 然後每週的教學內容是什麼 以及課程重要的相關資料分享 OK 這門課呢主要是教這個computer network and application 那主要講的其實就是五層網絡結構 老師是Sally 是一個非常好的老師他會對學生非常的寬容 不過你想取得高分或者非常輕鬆的通過一門課 他都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然後這門課是研究生和undergraduate一起上的 所以所以這個就是老師會以前是分開來考試的 就是undergraduate和postgraduate他們考的題目啊是不一樣的 但是因為現在是晚課的話我也不太清楚具體是怎麼考啊 但是如果是分開考的話 那undergraduate的題目會簡單一些 postgraduate的會稍微難一點點 當然這區別其實很小啊 因為他們雖然題目不一樣分開考 但是他們不會在一起排名 我的意思就是說比如說有100個undergraduate和100個postgraduate 他們會分開來排名從0到100名 他們不會就是混在一起排名 因為他們考的題目不一樣 所以你現在要做的呢 就是如果你想拿高分 你就需要比其他的學生優秀就行了 比如你是undergraduate 你就比其他的undergraduate學生優秀就可以了 就不管你在考試裡考多少分 因為他們在這個學期裡 比如說這個線上考試 實在裡不想大家都考滿分 因為如果他把題目設的很簡單 你google一下就有答案的話 那麼很明顯嘛 這個就很難去judge哪個學生學的好 哪個學生學的不好 所以他會把考試設的難一些 所以如果你考試的時候遇到題目很難啊 也不用太沮喪 因為你只需要盡力做好 然後拿的筆邊分高就可以了 最後你的分啊 他會給你scale up上去的 他們會做成一個正態分布的樣子 比如說滿分可能有一個人 然後後面的一次低減 然後最後一個人是0分 全都是根據排名來排的 好這門課呢 那他主要是學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median assess control congestion control flow control reliable transmission 就是說我們怎麼去 網絡上這些data 他是怎麼傳輸的 他的package是怎麼傳輸過去的 而這個addressing and naming 就是網絡 比如我想發送一個報取服務器 那他是怎麼去行指的 然後下面這個routing and switching 也是跟他剛剛說的yeah widely used protocols such as internet IP 也就是這些協議 IP TCP UDP HTTP協議 這些我們都是必學的 因為在前兩週的話 我們會學HTTP協議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會學這個UDP協議 然後過來的話是TCP以及IP 那這些協議是這門課的核心內容 我們到後面會重點來講 Security threats and common density techniques 這個安全的內容 每門課都會講到一些啊 但是不會作為重點來考 以及這個P2P變成P2P network P2P網絡的這些變成內容 然後每週有兩兩個lecture四個小時的課 然後因為Seddy的課 它的特點就是很多PPT 它上課會唸一百多頁PPT 聽著有點頭暈 然後我這門課呢 我不會去重複唸它的PPT 因為這完全就是浪費時間 你相信你來這裡也是為了拿一個高分 而不是重新聽我 再把這個課程講一遍 再講一遍 因為我就算我講得再好 那也不可能有一個Professor講得好 所以我能幫助你的是 節約你的時間 然後讓你用最少的時間去拿最高的分 OK 這門課的課程內容 那不說了不是重點 接下來看看下面的 這個assessment 這個課程的這個分數的一個分佈 這lab有20分 我希望大家在我的關注下能拿到19分以下 這是完全是一個送分的項目 然後program assignment是一個編程的作業 一般編程的作業呢 都是寫一個P2P的一個客戶端以及服務器 有點我那一屆的話是寫了 一個類似於QQ的一個軟件 但是不用寫介面 就是你可以通過客戶端命令行去登錄 你可以用帳號密碼去登錄 然後登錄之後你可以跟其他人發消息 發送在線消息 發送離線消息 也可以發送文件以及其他的一些東西 並且你上線之後 然後服務器會管播給其他的所有人 就大概是這麼個內容 其實就是一個網路編程的內容 如果你使用 因為我們的同學大部分都會使用C語言以及Java 最近多數都是undergraduate的學生 但是網路編程呢 我還是比較推薦使用Python 或者你可以也可以使用C++ 因為同樣的事情 你使用Python 你可以解約你的代碼量嘛 對吧 畢竟不用去照那些輪子了 所以這麼作業 我比較推薦使用Python 當然也是我們學院推薦的一個語言 然後其中考的話 它會主要考前面的內容 然後一般會考一些前面的是HTCP協議 然後網絡實驗的計算 然後以及前面如果講到了UDP 會稍微考一部分UDP 然後都是屬於一些理論的知識吧 計算其實偏多 然後希望大家能好好的去準備一下 這個MeetTime和FinalExam 它是完全一樣的形式 其實MeetTime就有點像這個Final的 預覽版吧 也是給大家熟悉MeetTime的一個機會 MeetTime的話不會給大家太高分 因為想讓你好好學習 然後注意到Final這邊 它也是純理論考試 並且呢 如果你前面的考試拿了很高分 但是Final沒考好 比如說低於16分 那你照樣會File這麼課的 所以同學一定要注意Final一定 不能低於16分 否則你前面的努力都會白費 因為這份課是Double Pass 好然後這個課程的Schedule 我們來看看第一週就是講了一個大概的 課程的Outline 然後又講了一下 Internet是什麼 然後Network的幾個層級啊 Layering and encapsulation 然後Week2的話呢 我們就進入了這個應用層 然後Week4的話 到Week5會講一個傳輸層 Transport layer會講TCP和UDP協議啊 這個是這個課程的一個重點 但是我覺得有可能TCP不會在其中考裡面涉及到 因為TCP的內容會稍微多一些 這個具體的話還是要看老師到時候的一個通知啊 如果他他考什麼我們到時候就一起複習什麼 現在的話我不會去講太多關於理論的東西 我會講更多的關於實踐的一些東西 去幫你拿到Lab的所有分數 以及準備後面的Assignment1 OK 那我們來看看每週都會有一個Lab去丟的 所以每週班課內容基本都是講Lab 然後沒有班課我們會講這個 這個Exam Preparation 從第七到第九週是講一個Network layer 然後裡面包含了IP協議以及IPv6 就比如IP是怎麼分地址的 然後這個指挽研碼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最後一週會講一個Link layer 這都是粗淺的講一講 然後然後就是一個複習了 所以講的內容其實也比較簡單 其實就是講這TCP IP協議嘛 對吧 這門課程的一個核心就是這個 所以也會對你其他的課程也會有一所幫助的 因為這些都是比較基礎的一些知識 這就是所有的Outline 好 那我們這個課呢 我們會有一個共享的BeHop的Cool 我會把所有的課件內容啊 以及這個Lab的一些參考答案啊 都放在裡面 到時候我會分享到群裡 那回到Lab1的內容 因為Lab我們已經過過了 所以我在這裡就不會去講Lab1的裡面具體怎麼做了 之前已經講過 相信大家已經做完了 這裡因為是重複錄播 我就不浪費時間去講這個東西了 然後但是我還是這樣講 Lab1的話 所有Lab那個格式都很重要 因為一個好的格式啊 可以會讓你拿一個好的印象分 一些可對可不對的答案 你就可以拿著拿到一個對的分數 因為你的答案好看 然後注意答案要簡潔啊 就是你可能自己做了一下Lab 然後截了一堆圖上去 因為他要求讓你去使用一些命令 比如說要你拼一下這個服務器啊 然後問你怎麼怎麼的 然後結果你就拼了一下 然後一個截圖甩了上去 那這個是很很不對的 他讓你問你什麼你就答什麼 你不要甩截圖上去 除非他標明了要要放一個截圖上去 或者是你覺得放截圖非常有必要 否則的話就盡量用文字來回答這個題目啊 所以這點要注意 因為答案簡潔也會對你的格式也有幫助 然後注意丟的時間啊 每週二左右會丟 然後提交方法是可以通過網頁提交 也可以通過Lab 那個VLab去提交 這邊我們後面會講一下 Lab1的一個講解 Lab1已經過丟了 具體的內容 我們就不再去做一個重複 然後week1到week2的實現內容的一個講解啊 這個是Lab1裡面的東西 然後正好上面前面沒講完 我就接著講下去 然後第一個是Ping Ping的話 Ping命令的話 相信大家也比較熟悉了 其實就是發送一個包 去給一個指定的目標 我們看到Ping這裡可以使用這個HELP來看它有什麼怎麼去用它 然後我們常見的用法呢 用那些 但首先最簡單的 Ping Ping一個地址啊 它就會Ping一下 然後還有哪種用法呢 Ping S 比如說我這裡寫1000 Ping Ping 最後一個地址 這太大了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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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邊你可以看到是一個Que 就是說我發送幾個的 vão lacking 过去 把这个是修改成1 你看到他的抗准备修改 那么还有这个 ping i 比如说 ping i 的话 还是一个也比较常见的 就是ping interval 就是这个ping的中间的间隔 这个只是R 就是说每隔两秒发生一个报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trace route 因为这个trace route是在linux的一个名称 我们打开一个linux去进行运行 我们用了一个远程机器来也行吗 看来不太好 可能需要登陆cse进行一个 trace route 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一下吧 运行一个地址 那可以看到他做了什么呢 他其实也是发送了一个包过去 但是他会把所有路径的这个router 路径的这个中转的地方都给我们标记出来 那进行了几个跳才到了这个地方 ok可以吗 这里他会运行的比较久 然后 然后 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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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们经常用到一个命令啊 它是用来远程连接一个地址的 比如ssh gig 要消息啊 就是在vlab里面进入另一个vlab 这个我们也可以在远程服务器啊 比如说这是我的一个远程的一个服务器 然后我想连接到学校的vlab 我就用ssh 然后比如说 cse 那他就让我输入密码 当然这个学号不是我的 所以我怎么输入都不会登录进去的 但如果你成功输入密码了 你就就是成功的登录了这个 相当于登录到这个界面 理解我的意思吧 SSH就是这个功能 然后ifconfig ifconfig 来看看 OK 因为每个机器它的这个 这个命令有点不一样 在ifconfig其实是一个查看这个网 网络的这个状态的一个东西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是一个netstat这个东西 可以看到自己网络的一些一些一些状态 你的哪个端口打开了 这个端口对应的是哪个东西 在这个在centOS里面就可以运行 这里是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 怎么说呢 每个网络的一个接口吧 看到自己的IP地址 然后以及它的Mac地址 然后这碗研码 然后广播地址是什么 这些后面的学习内容都会讲到 大家不了解的话 没有关系 我们就会慢慢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常见的一个命令还有什么ipaddress ipaddress这个命令也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相似的内容 对吧 稍微有点不一样 但是它里面内容是差不多的 嗯 还有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吧 嗯 mnslookup 这些标红的啊 就是我们这周lamb上面重点考到的内容 大家重点了解一下 mnslookup 这个呢 是进行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进行一个dns的query 然后它其实就是去查询一个dns 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网络原理的问题啊 大家不知道 我重新再啰嗦一遍 dns服务器是什么东西呢 那首先涉及到我们访问网站的一个动作了 比如说你现在打开了你的浏览器 然后想访问google.com 那么它在这个背后出现了什么呢 就是你敲入回车的那一瞬间 玩意出来了 那么它在背后的一个电脑 它去做了什么呢 那它第一步 它不是直接去找到了google的那个server 因为它不知道google的ip地址是什么 所以它没办法和google的server建立一个连接 所以我们通常呢 每个电脑它都会设置一个dns的一个服务器的地址 那它有什么用呢 就是每当我们去访问一个试图去访问一个域名的时候 比如3w.google.com 3w.usw.com 那你都会先去问这个dns服务器 你会问他 哎 我现在要访问这个网址啊 你把它的ip给我 然后他呢 如果他不知道的话 他还去 他会去问别人 他会去访问他的上级 dns server 然后最后他找到答案之后就告诉你 如果他没找到答案 也会告诉你他没找到 然后你就访问失败 那基本的原理就是这样 他会 你每次要访问一个玩具 你就会去问他 然后他就告诉你一个ip地址 你就用那个ip地址去访问他 去访问他的服务器 然后那服务器就成功把网页的内容给了你 当然我们会在第三座的内容里面详细讲一下 然后 基本就这样 这里看 可以看到我们运行这个nslookout 它其实就是进行一个dns的query 那这里server就是我刚刚说到的 我们的dns服务器 就是我们每次访问一个域名的时候 都会先去问他 OK 哎呀 不好意思 我这里好像开了一些背景音乐 可能有些嘲杂 我把它关掉 那后面这个google google.com 然后这里就是google.com的这个他的ip地址啊 就是google服务器的ip所在的 然后这里他的非权威应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呃如果我们正常要知道他的地址的话 我们需要去 呃google的这个dns去问他 因为去dns.google.com这个网址去问他的那个ip到底是多少 然后但是呢 因为为了节约时间啊 我们网络上会有缓存之类的一些东西 然后他会把这个答案存在中间的一些地方 我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到达终点 然后他再返回给我们 我们只需要走到一半的时候 他说哎呀我这里存了答案 我直接给你吧 然后我们就拿着答案去访问了 这样就可以节约我们的时间 很显著的降低一个延迟啊 所以但是这样同样也有个危险就是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给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吧 他可能给了一个假的给我们 这个dns污染 这是一个安全问题啊 我们不多说 但是你可以知道他这里是给是中间的一个地方拿到的一个答案 所以我们认为他是一个非权威硬打 好 然后dig呢 他也是跟nslookup差不多的一个东西 你看到他有什么他的内容会详细一些啊 他的a type的这个地址 然后nstype的一个地址 然后他会有一个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权威硬打他的部分在哪里 ns1.google.com 如果我们去问他关于google.com的一个IP地址 他会给我们一个权威的硬打 ok 那dig的话 你还可以看到他有一个x的用法 x 它是可以从反向的来进行一个dns的一个查询 看到吗 它是从google那边去反向的对我本地进行一个查询 当然这个大家不会用到 了解一下就好 那比如说这个刚刚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是 就是权威的一个查询地址 那我们如果我们刚刚想想nslookup 这个我们想去这个权威的地址查询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先看看help它怎么说 好 好 OK 卡出了 OK,那,nevermind,這裡好像不太好用 然後grip,grip這個內容 有點像cat這個名字啊 grip,grip一個文件吧 我們的grip用法通常都是,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查看了很多東西 它輸出立場串內容,然後我們這個grip通常就是可以幫我們去過濾到一些內容 比如說,我想看看我的機器裡到底有沒有運行這個sql服務器 對吧,我就用nest stat,然後這個pipeline,然後script,比如說sql grip的一個內容,其實就是一個查找的那個內容嘛 它就會把相應的包含信息的這個內容給顯示出來 一個查找顯示的一個內容,就是一些basic的linux知識啊 OK,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下面的一些內容 呃,第二周的一個重點就是,是一個delay的一個算法 我們首先再來回顧一下 那,我們知道網絡時間它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啊,在這個processing的一個delay 那,可以看到這個圖,我把機關B打開 可以看到這個圖啊,下面這個圖 我們比如,假設我們是這個 假設我們是這個a啊,我們在這 那我們要發送一個包呢,是從這裡 到這個route或者switch 然後再到目標的這個,我們認為它是一個server吧 發送到這裡,這是我們的一個destination啊 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經歷哪些步驟呢 然後哪些步驟會產生一個網絡的延遲呢 我們來看一看啊 那,第一部分啊,我們自己的一個線路 到這個route或者switch之類 那,我們傳給它的時候會有一個實驗 是什麼實驗呢 是一個processing的一個實驗 就是我們傳給它,我們姑且認為這個距離非常短 然後不需要,不需要delay 但是我們給它的時候,它會進行一個處理 那它主要是檢查一個我們給它的包 有沒有一些錯誤 然後給它的包是不是符合它的一些規格 所以它會進行一個讀取 然後如果這個讀取速度慢的話 會產生一些實驗 當然快的話也照樣會有一些實驗 只是很短而已啊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它讀取進來了 它已經在裡邊了 然後它它要幹嘛呢 它要進行一個排隊 因為同時可能有服務器 可能有電腦 另一個userb 它也發送了一些東西 對吧 它可能也發送了一些別的東西 然後導致這個網絡的線路啊 非常的繁滿 所以說有很多package 在這個route裡面需要排隊 然後就會進行一個排隊 當然如果沒有沒有很多package的話 它就可以直接發出去啊 這個queue的這個delay 但是非常根據網絡狀況有關的 所以你在呃 比如說你在家裡只有你一個人用wifi 你可能感覺不到這些延遲 但是你去那些大商場 可能有幾十個人上百個人 同時連一個wifi 那你可能會感覺到一些明顯的一個延遲 那並不是因為它的碗數很慢 而是因為它發出去的時候 要經過一個queue 去進行一個排隊 所以你點一個鏈接 它可能過兩秒才出現 然後剛剛說到排隊了啊 排隊之後我們成功的排好了對 然後成功的要轉發出去了 那這裡出去的時候會有兩個delay 第一個delay呢 是我們把這個package發送到這個 呃 發送到這個cable上面啊 是需要呃 是有一個傳輸的一個延遲的 我們叫它transmissiondelay 那它的大小是跟這個傳輸的內容 呃的大小有關 也就是說它傳輸的包 我比如說我們傳輸的內容越多 它放到管道上需要的時間就越長 那這個應該很好理解吧 當然這個速度 那其實也是跟我們的带寬有關 我們通常說啊 我們的網絡是100Mbps的 對吧 或者是50Mbps的 那通常就是體型在這裡上面 比如說我們要傳送一個 呃200 bit的包 那它就是200bit除以100Mbps 那可能是0.0幾秒 它就成功傳輸到了這個管道上去了 大概就是這麼個意思 它是跟我們的網絡的這個速度有關了 然後再過來的話就是一個propagationdelay 那我們知道啊 信號在這個cable裡面 它是傳輸也是一個速度 我們可以認為它是一個關數 或者是一個壓關數 我們這裡通常按這個2的10 2成10的八次翻米每秒 然後它在這個cable裡面傳輸的話 它也會需要耗費一定的時間 那這個時間呢 它是跟這個長度有關 因為我們知道是關 就叫假設關數啊 它從A到B 那它它的速度是速度再快 那它也是需要耗費一定的時間 這是小學的知識啊 路程除以速度等於時間嗎 好這裡來看一個立體 那假設 再給了我們這麼一體 然後問我們這個網絡實驗是多少 好 然後我們我們來看看這種類型的題 必考題啊 我們應該去怎麼去解決呢 我們首先來看它這個 因為我們既然是傳輸東西嘛 首先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是它的這個包的大小 對吧 先找到這個包的大小 這個48bps 這個48bps 插掉 OK 可以看到這個48bps 我們首先來看這個 它的包的大小是48bps啊 然後我們通常會說這個64kbps 是我們怎麼說呢 傳送到hostA的一個速度啊 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傳送的速度是這麼多 那我們需要它的一個processing的一個time是多少 那實際就是48除以64 但是我們還要進行一個單位的轉換 因為它byte和kbps它是不一樣的 這裡說的是64千bit每秒 這裡說的是48字節 他們的單位不一樣啊 一個字節等於8個bit 一個字節等於8個位啊 所以我們這裡48要乘以一個8 然後再除以64 也是也是這裡 這是一個單位的轉換 這個也是一個烤點吧 希望大家都知道 然後這個Q這邊我們默認是0啊 因為它沒有說有Q的一個情況 然後下面的話我們來看這個圈傳輸的一個離延遲啊 也就是我們包已經到這個地方了 然後往外傳的時候把它鋪到這個線路的時間是多少 可以看到它這裡的速度是1Mbps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它的碗數是1Mbps 那麼我們 呃 放一個48bytes 48字節的包要多久呢 其實就是48除以乘以8除以1m嘛 對吧 em其實就是1乘以4的60番 然後這裡我們propagationdelay 它已經直接給出了一個單位時間啊 就是兩毫秒 那我們直接把它放上去就好了 然後最後的話呢 我們把所有這些算出來的值得加在一起 那就是它的總實驗 那這就是第一和第二周的一個烤點內容啊 這是一道不容置疑的必考題啊 其中其莫都會烤 這就是這一周的所有內容 我給現在還多了一些時間我們來看一下 再花點時間看看吧 ideally 需要 我现在也在等这个Lab2和Lab3的一个内容 但是没有的话 本来想提前讲讲它的这些 涉及到这些内容 但是没有同学发给我 可能暂时也没啥东西可以讲了 要不来看一看第二周的一个Lecture Notes吧 简单过一遍 可以看到老师的这个PPT啊 内容好多呀 看得有点晕 roadmap 这是在网络怎么寻止的一个内容 是吗 还有intro application我们来讲一下这个application类吧 就是应用程 当然我不会去重复老师讲的东西了 我们简单的过一遍这个PPT吧 我把重点给大家指出来 希望大家在后面听课的时候呢 好好的去听一下相关的内容 当然可能每节课都百分之百的听进去嘛 但是希望我把重点指出来 大家参考的时候好好听一下 在application类啊 这一张的话 主要还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应用程式 是什么东西 那帮大家要理解这个http协议 然后DNS协议 他跑不上rm这些设计邮件的一些内容是等于协议是什么 还是怎么运行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网络 他上一周又讲到网络 他是分层的 有有五层 然后每层这些五层分别是哪几层 大家要知道啊 application全是跑内博 data link physical 下面的一些网络的成绩 那application全是破的口 啊这里说到啊 我们email 在 应用成的协议是什么 是smtp 就说只要我们使用email这个东西 我们可能使用的协议 那其实协议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协议啊 它其实就是一门语言 协议就是说我和你的协议 那就是chinese 那就是讲中文 对吧 我讲中文 你讲中文 我们就互相能理解 那他这个计算机的协议也是一样 他们约定好了 他发送10 啊 代表着你好 发送01代表着你也好 对吧 只要规定好了 一个 比如 类似一个字典的东西 啊 每个 相应的内容 每对应的数字内容 对应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那就可以 但这就是一个协议的一个意思 那我们知道因为他网络也是分层级分层的那在application那样呢就是应用你应用之间他们做沟通 他是去 他会使用一个协议 然后 机器机器之间 比如说我的电脑传到你的电脑 他怎么去传送这些包 对吧 他也会用一个协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层这个 否则口 但下面还有的 但是这这么可不会设计 呃 smtp 发送邮件的一个协议 然后tcp的话是 关于是我和你怎么建立连接并且发送内容的一个 协议 然后远程登录用telnet 然后比较也是使用tcp 进行登录 然后这里的话设计其实就是一个tcp是什么 以及UDP是什么 可以看到tcp是吗 它是一个稳定可靠的传输 呃 并且他可以留控制 对吧 他不会一下发送很多东西过去 他会有节制的发送 然后他可以进行这个拥筛的一个控制 并且他不会去 怎么样呢 那这些大家参考都有说我还是不要做个复读机了吧 那简单说说啊 tcp 它是一个稳定可靠的传说我和你啊对话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这样传说 那UDP什么呢 我单方面和你说话 然后我不管你听不听我在这一直说话 就好像我们上课一样 我们就是一个UDP协议 我疯狂的在这讲 然后我也不管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 我就一直在这讲 然后一直发送内容给你 这叫UDP啊 那tcp呢就有点像谈话了 我说哎你做也做完没 你说做完了 我问你做的怎么样 这是tcp协议 嗯 ok 呃后面有什么呢 后面会涉及到一个HTTP HTTP是什么东西 发送给你回来给我 HDP的一个状态码 对吧 状态码 如果你有网络变成经验的话 那应该知道 我们访问一个网页的时候 它通常会返回一个200的状态码 代表着我们访问网页OK了 这里 比如说我这里啊 刷新一个网页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打开这个调试 可以看到这个状态码是200OK 那代表着我们成功的访问了这个网页 那其实也就涉及到 其实一个浏览器 是什么东西的一个 喂 不好意思啊 我的这个买好像出了一些问题 OK 那其实是这里另一个题外话就是说这个浏览器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看到浏览器那它其实就是帮我们发送了一个一个 request到它的服务服务器对吧 我们发送了一个 request过去然后发送了这些内容过去然后服务器回复了我们一个内容对吧它回复了一个response 它回复了这一长串内容 然后我们的浏览器它做了什么它把这些内容啊给我们display到网页上面了它回复了也是一个html的一个内容对吧 然后我们打开看其实是一长串这些老七八糟的东西一长串文字那表演器呢其实就是把它做了一个美化就是它它怎样怎样写我们就怎样怎样显示 然后这里状态码就是其中的一项内容 然后http协议的一些方法get post比如说我们刚刚打开那个玩意儿其实就用get的方法 okhttp协议我们就预览到这里啊我们会根据后面的这个lab啊因为我记得第二个lab是http协议的东西我会讲更多的东西然后这里可以看到啊这个tcp协议我们提前做一个预览 tcp协议啊他刚刚有说到tcp协议就好像两个人对话这个computer跟这个server讲话他首先见了tcp发送了一个报告去然后他回了一个东西然后再发送过去然后他再回来 有点像一个对话的一个内容如果udp呢就是单方面的一直往右边发 OK respawn time with pipelining hcdps2bohcabtitle Consider html page of base file as 0 bits and inline of each of size as bits 这个是网络一个颜色的计算 下载这个东西需要那个怎么样 open the browser and type 在这里干嘛呢 在提示啊在线哪个投票 他这里说什么numpersistence http的一个运行方法 看到numpersistence http在前面它应该有一个图 他说这个是怎么样算的 numpersistence http啊 他们会发送一个内容他们新建一个tcp的内容 然后他们就会关闭类似于这样 他们会每次需要通话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建一个tcp连接 然后发送完东西他们就会关掉 可以看到呃 这个内容因为大家好像不太了解tcp可能有点不太懂吧会不会 你可以认为他们每次说话之前都需要打一个招呼 就比如说我跟你说哎哈喽 然后你说你也好 然后我就开始问你问题 我说啊 你做也做了嘛 然后你就回答我问题 然后突然过了比如说五秒 然后我还想问你另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想问你今天吃啥了 呃 那我需要重新跟你打招呼说哎嗨嗨 然后你又说哈喽 然后我再重重新问你第二个问题 那每次都要打一个打一下招呼就很麻烦 这就是http1.0的一个缺点吧 然后刚刚问题问的就是我们在那个情况下啊 怎么样去呃 他的那个时间是多少 那那其实就是每次计算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 把这个把这个时间给加进去就好了 Rtt of d capacity cp assume the clarification page ok那他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他其实说这个网页上有这么多内容 他说他说base file s0对吧 然后有m个为s大小的其实就是 编辑一下 嗯 我怎么去查入一个内容呢我看一下 哦 对 这里 那那其实整个size就等于什么呢s0s0 加上n x1 n x1多少 n xs对吧 他整个的size其实就等于这么多 就是说整个网页的大小 然后如果他fetch的page across a link of capacity cpsn rtt of d how long does it take 那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他这个http1.0 嗯 他如果是non-persistent的话 他是怎么样呢 他是去取一个晚页过来对吧 他先把晚页取过来 呃他需要花多少时间 a link of speed tpv class hepat detox cl itself 自清晰 带 hoch 也那个 那我们首先会取出一个 呃 bass 对吧 in c s tens tml 就等于 等于多少 这个s0 除以 c 然后剩下的这个 剩下的这个speed 剩下的那些图片啊 我们说object 他需要花多少时间 就说一个网页他不管有space html 还有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图片 以及其他的一些内容 把他们取回来要多少时间呢 把他们取回来要s除以c 他有这么多个文件对吧 但是他每次取他的时候呢 他都需要加上一个d 因为他们需要建立连接嘛 对吧 所以加上n乘以d 因为每次他们都要新建一个连接 然后去进行一个曲 那我们这里 哎 其实可以看到这两个n的话 可以把他们加了 啊 这样还好一点这样好理解一点 就是我们去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先要建立连接对吧 先画这个 runtime 去建立一个连接 然后再去取这个东西 好 让大家好理解点 我在上面找一个图 哦 对吧 其实就是有点像这个initiate tcp connection 然后request file可以看到 我们去请求一个内容的话 因为这里是1.1啊 但是他东西是一样的 我拿个笔画一下 就是第一步啊 先建立连接对吧 我们需要花一个rtt的时间 然后第二步 我们需要花什么时间呢 花一个rtt 对吧 去去给他 我问你一个问题 然后你回答一个问题 然后但是这里呢 还有一小部分 我们在传输file 对吧 这部分花的时间其实就是 呃 那个file的大小出于带宽 对吧 可以理解了吧 那我们回到这里 哦 刚刚写的东西没了 其实也是两边 然后 我们每次 比如说他 他有点像这样的 等一个内容 我们每次去请求的时候 都会先建立连接 然后再进行一个东西的获取 获取内容 然后他这里 因为获取内容 他可能 是这么这么多内容 对吧 所以我们会花多少时间呢 rtt一个rtt 两个rtt size 除以speed 对吧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每次发送一个东西 我们都会花这么多的时间 那我们这里总共有多少个东西呢 我们总共有一个s0s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还有n个s 怎么这么小 对吧 我们首先他有个s0 s0他 里面有多少内容呢 它里面 有需要两个rtt rtt 加上s0除以速度 c 对吧 那其他的东西 需要两个rtt 那加上 嗯 加上这个东西的size s除以c 对吧 然后 乘以一个n 加 那他所有的 所有的东西呢 我们就把这两项东西加在一起 那就有了 可以看到是2d d 加上 应该是这个东西吧 对吧 因为rtt是d嘛 所以应该是选择应该是d 那这个hp 如果他使用persistent呢 他跟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呢 再重新画一遍 哎呦 直接把上面东西复制过来 好像不行 刚刚这里说到我们每次建立连接获取内容嘛 对吧 他他后面的话 如果还需要东西还就还需要建立连接获取内容 就说假设我们还还要重新获取东西就是继续建立连接 那这边有什么不同呢 这边就是当我们建立连接之后 我们就不需要重复建立连接了 就只需要建立一次连接 他就 后面就能一直通话 建立连接 建立连接后 不需重新建立 可以 一 传输内容 基本上是这么个内容啊 那他跟刚刚那样有所不一样 他就是节约了一个RTT的时间 就是每传输一个文件 他都节约了一个RTT的一个时间 那可以看到我们一开始 他传输了一个base file 我们看到他总共花多少时间啊 他画了S0 除以C嘛 然后加上一个RTT 加上两个RTT 对吧 因为他还要传一个东西嘛 然后 他其他内容 因为前面已经建立连接了 他就不需要再多使用一个按 再多使用东西了 所以是S除以C加上一个RTT 对吧 因为我问他他直接回答了 我们就不需要额外再建立连接 所以这里少了一个RTT 所以这里少了一个RTT 我们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啊 这里还要乘一个N呢 因为他有N个文件嘛 这样 这样 把它加在一起看一下 答案是哪个 两个D 加上S0除以C 就是两个D加上S0除以C 加上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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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是这个 那在这里 D选下 好嘞 然后这个 pipelining pipelining它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也是刚刚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看pipelining是什么东西 查找吧 pipelining就是发一个接一个发一个接一个pipelining 就是说问问问然后打打打维持问你三个问题 然后你是答三个问题这样结约了时间吗 很显然结约了时间对吧 省了一个RTT的时间 对吧那直接回到问题啊 这里我就不话多了 他其实就是同时问两个问题 然后他同时打两个 其实有点像我这画的图 我这个图画的不太严谨啊 应该分开画 就是问答 然后下面这里再问再打 那这个画的倒是有点像pipelining了 那这就算对吧 pipelining的话 那其实就是画了一个啊 建立连接 RTT 然后 Base文件 S0 文件 加上一个RTT 这个连接是包含在里面了 两个RTT啊 对吧 因为有有一个建立连接的 然后另一个是传输Base文件的 然后拿到Base文件之后 我们发现还有其他文件要 然后我们再去拿 然后其他文件就是 你一个RTT 对吧 一个RTT 我们就可以拿到所有的文件 加上N乘语 S除以C 就是文件的大小除以速度 就是拿到了所有 所以我们把把这两项一加起来 就是答案 所以是多少 S0除以C 加上三个RTT 加上N乘以S除以C 这是D选项 OK 那这就是这个HTTP协议的一个计算题 说起来可能有点云 但其实内容很简单 对吧 其实就是计算它这个 用了几个RT 就根据不同的传输原理 然后来计算它到底传输了多少 那基本上HTTP的一个难点就讲得着 因为这是其实这是下周的内容 但是我实在没东西讲了 因为Lab也不用讲了 大家都做完了 然后参考答案也给大家 这里就其实也是打发点时间吧 讲讲这个HTTP的一个内容 当然大家大可不必往心里听 因为因为到时候我们会重新复习一下 大家有个印象就好 知道HTTP它有好多种不同的传输方式 然后每次每种不同传输方式 会导致不同的这个时间 这是一个时间的计算 好嘞 今天这个重复的录播 我们大概就到这儿吧 也没啥可讲的了 那咱们下周见